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菜式是月式牛柳粒沙律 這個沙律很適合在海外住的朋友 因為所有材料都可以在普通超市買得到 這個很有越南風味的牛柳通常都會放在西洋菜沙律上 但是今天我們會用到芝麻菜和冬菜沙律菜 如果你看到Musclin也可以用的 這個是法國式的冬菜 這裡有兩塊西蘭扒,把它切成大粒 如果你喜歡濃郁的牛肉味,可以用紐約strip 好了,我們開始做醃料 你需要兩茶匙蠔油,一茶匙生抽,一茶匙老抽 如果沒有老抽都可以的 老抽是用來上色的,它本身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你可以加1-1.5茶匙的魚露 還有少許糖 你可以試一試味 這個醬是偏鹹的,但帶一點甜的 我們就把醃料和牛肉混在一起 然後加大量的黑椒 把所有材料混在一起,醃大約15分鐘 在牛肉醃的時候,我們就準備沙律汁 我們做這個沙律汁的同時 其實都是做一個快速醃製的酸蘿蔔 這個是radish,其實跟白蘿蔔有點相似 做這個沙律汁,我們要少許紅蔥頭 2-3個radish,半個青檸的青檸汁 少許蜜糖,最後加少許鹽和黑椒調味 這個沙律是酸酸的,你可以試一試味 你想酸一點甜一點,你可以自己調教一下 好了,我們開始煮牛柳 其實最重要是鍋子要夠熱 當你見到有些煙走出來的時候 就代表溫度足夠,這樣就準備好了 當你放牛柳進去的時候 不要把它逼得太近,逼得太悶 否則牛柳會出水,你就做不到煎的效果 大概過了3分鐘左右 你應該會看到牛柳有點焦黃金黃色 在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炒它 又或者拿起鍋子,在這裡不停地煮 這個菜英文叫Shaking Beef 這個名字也是這樣 好了,我們把牛柳拿出來放在一旁 把牛柳拿出來放在一旁 把沙律倒進去 這個步驟是選擇的 如果你喜歡蒜頭 可以磨一些蒜頭 在沙律倒進去 沙律倒進去 我們把沙律倒進去 把沙律倒進去 混在一起 我們加大約8粒 把沙律倒進去 用羅馬茄或復古茄 Hirloom Tomatoes也可以 最後,我們把牛柳放進去沙律 這樣就完成了 月色牛柳粒沙律 Shaking Beef 我希望你們喜歡這個 月色牛柳粒沙律 記得在下面 給個留言 給個Like Share 或者Subscribe 下次再見 Bye